常做这几个动作 保证让女人失去一个抵抗力 意料一个准 第一点就是一个 摸头杀拍拍头 亲吻额头 通常来说呢 摸头或者是拍拍头啊 都是大人对小朋友做的一个事情 但是每个女人的一个心里啊 都住着一个小女孩 都渴望呢 被宠爱 被疼爱 所以呢 如果在不经意之间 男人突然 对他来一个摸头杀 保证也要得他小怒乱撞哦 如果呢 他在做一件很棒的事情之后 男人能够游游他的头发 拍拍他的肩膀 拍拍他的头 同时露出赞许的一种微笑 会让女人啊 欢欣雀跃 毕竟谁不想成为一个 被宠爱的小孩子呢 亲吻额头 也是和 由头发有则 异曲同工之妙的 亲吻额头也是代表着尊重和宠爱的意思 比起亲嘴和亲恋 亲吻额头 总是显得非常的正通 所以当男人亲吻额头的时候啊 就会让女人觉得 自己呢 是既被宠爱 又被尊重的那一个 所以呢 会在这一段感情中 不计回报的 付出自己所有的一个感情 这样的一个爱情 往往会更扎的长久 第二点呢 就是 靠在他的一个肩膀 让他短暂的成为你的一个依靠 其实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是非常的脆弱的 当一个男人愿意把自己脆弱的一面 暴露给一个女人的时候 证明了 彼此的充分信任 而女人呢 虽然很多时候呢 都需要对方提供 温暖的一个怀抱 但也非常的乐意成为 爱人的一个依靠的 女人呢 在感情中也非常的希望 自己呢 被对方需要的 所以当一个男人 愿意靠在一个女人的一个肩膀上 就会让女人充满了一个 保护的一个欲望 和要给你一个安慰 当一个男人 愿意把一个女人 当作自己的一个依靠 哪怕短暂的十几分钟 也会让这个女人觉得非常的满足 其实啊 爱情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一个付出 或者是索取 而是呢 需要双方共同的一个付出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才能更加的稳定长久 第三点就是一个公主抱了 公主抱呢 则是充分的展现了男友的一个力量 当一个女人被公主抱的时候啊 会感受到自己的一个爱人 充满了一个力量 非常的强大 可以完全的保护自己 而且呢 公主抱往往呢 需要两个人亲密的贴合在一起 所以呢 很容易的让女人面红而刺 羞涉不已哦 一段良好的一个恋爱关系啊 往往呢 需要两个人互相呢 互相呢 即使的一个回馈 两个人已经稳定了一个恋爱关系 也要呢 多多留意彼此的一种感受 才能够保持你们的一个爱情的一个时间度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了